今次我們要介紹的是 三月先新開幕的 Rosewood Bangkok酒店 車華設計、貼心服務 最便宜一晚房營 就已經要二千多港元起跳 究竟這間新酒店有甚麼好呢 就讓模特兒逐一跟你說吧 我們今天住這間新酒店 在棚處BTS站 然後在一口出口出來 一分鐘也不用走到 在這裡很好 還可以沿著天橋走很方便 酒店附近還有大型商場 Central Embassy 乘搭一兩個站走去購物區 滅浪和CM 是否很方便呢 至於酒店的建築 採用了三角形狀的雙子樓設計 是以泰國合拾手勢做靈感的 而兩座大樓之間由天橋連接 同時因為這麼特別的建築 連酒店房也很有趣 除了車華美妝 這裡每個房型都很大很闊落 好像我們入住的基本房 都有超過四百多平方尺 我這間房一晚是二千多港幣 雖然有點貴 不過貴得挺有道理 這間房間很大 還有很多貼心位置 例如床頭邊會有USB和轉插 然後還會放一些手適合 讓你放東西貼 還要是我睡完一晚之外 覺得這間房子真的很舒服 之後要介紹一下酒店泳池 哪位比較窄身 如果想去拍攝Infinity Pool的美景 可能就會有點失望 這個泳池最特別的地方 是後面有10層樓高的室內瀑布 最後要讚一下酒店餐廳 選擇多又高質 主餐廳力抗 供應早午晚餐 對於喜歡吃酒店自助早餐的人來說 這裡就可能會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這裡是半自助形式的 外面就可以拿點麵包、水果等等 然後主菜就要單點了 不過款式也挺多的 中西式也有 酒店總共有四間餐體和酒吧 除了今早我吃的那間勒框之外 我最喜歡就是這間G&O 他專吃我家勒筆的 除此之外 酒店裡面還有中菜餐廳 和頂層的雪茄酒吧 靚妝又有情調 彩色又好吃 可以去試一試